立法委员陈素月今天上午邀及立法院交通委员会前往彰化考察当地的交通建设情况 交通部长李孟燕率领公路局长陈文睿 铁道局长杨振军 交通部观光署副署长林信任 台铁公司董事长杜维等人一同前往高铁彰化站及台76线等地进行现场考察 此次考察的主要目的是审查 台铁田中支线细部设计工程及台76线延伸至20方院段的工程进度 目前大家关心的田中支线 就是在我们田中国际站 要接到我们田中汇车站 这个支线之后要来串远这个极极火车 这个就是这条极极线这样子的一个田中支线 目前也都有一定的进度了 那等一下我们就请就是铁道局来跟大家做一个简报 那当然我们田中的庸亲也很关心 我们田中国际站区的一个发展和很多共同设施的一个需求 那如果有时间可以听到我们的政长 或是我们相关的单位在做稍微补充 我们在这条极极火车站到这条极极火车站到这条极极了 这次我们已经有一个具体的进度了 就是我们田中高铁站 田中新站已经有做这个西部设计了 包括我们田中火车站的一个鸭皮 这个玉米化的一个整理 这个也有一个进度了 那刚刚也有做一个明确的一个报告 整个骑程也有一个柳 那我给大家做一个报告 那目前应该整个发包是在今年底 就是113年12月就会来绝标开工 这是先期的工程 所以比较简单 还要给大家做一个重点的一个报告 今天算是回到我们国庵了 因为国庵是我们国庭 所以对我们中华有一个很特殊的感情 那这次来我们陈述委员给我们邀请 来我们向大家的乡亲 向管长总理委来报告 我们现在在我们田中 我们高铁站这边的建设 我想我们很多交通建策都在我们中华 希望我们的中华可以更加的繁荣 大家交通可以更多方便 那因为要按这个台铁田中站 留一条铁路来跟我们高铁站 我想这有两种意义 有双种的意义 就是说我们来高铁站要来搭高铁 或者是搭高铁要回家的 要去厕工要回家的 多了一个接国连外交通的工具 因为来到高铁站后 你去厕工要去远民 要去其他地方的厕工要回家的 台铁顺利来搭乘 会非常方便 可以增加很多大家搭乘的意愿 尤其我们人中华 我们这个国际站的地方的民地 所以如果能够跟台铁铁铁接 就像现在我们国际北中 如果像新店 像台南 他的高铁站 和台庄各样 高铁站都有一个台铁站 让民众搭高铁 或是说要按市 要去搭高铁 有一个多一个接駁 而且是稳定 准时 准点 一个优质的交通工具 所以说这是第一个意义 第二个意义 我刚刚特别的 这跟我们关公共 无关的 就是很多铁道铁 或是说很多人要去南岛市场 要去南岛市场 要去立岸盘 他可以坐高铁来跟我们中华 现在如果我们做好一个新的选择 可以坐高铁来中华 搭台铁 并接几极线 坐几极线坐到南岛 因为几极线 很多铁道铁 像我们要关公的人 他现在就可以选择 坐几极线 圆楼一圣 先进到了几极线的终点 现在我们观光室也在研究 要按终点那里做一个纜车 可以去立岸盘 所以将来如果要去立岸盘市场的人 像是铁道铁的人 可以坐高铁来我们中华 坐这条支线 从田中站搭积极线 去南岛去选择 他就不用开车走 国道铁 可以做大众运输 而且是无共接回 所以我觉得这对我们中华 对我们电中 增加很多的客人 增加很多的观光的机会 我也很有意义 所以刚才也就这个机会 大家来报告 近年年底 他的工程就要来发报 他的掀起工程 那么 主要的展配 在115年 来发报 这中间 我想现在在设计 我们的管长 我们的政长 和我们的理委 提出很多的建议 和这个方案要注意 我们事先 如果设计 用月 月日到的都比较快 你如果我们做到 改就困难 所以 田出席 如果设计 平常来来 驚出大家的美业 设计 让它变成 将来 包括沿线 如何跟台铁 怎么样 让高铁台铁 变成是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接驳 一个往返的 一个交通的运据 所以我相信 这个是很大力气 经育 大家也知道 现在部价上涨 所以也要请台铁 也把这些大家的考量以后 列载修正计划 要先来报怨 拜托我们两位位 利法人 把自己 把这个港帝 可以将来报告 顺利 这个我相信 众筏的大家 很努力 刚才有说 同时有清澈 我拜托 楊局长 要先来我们交易公司 看看清澈 如果如果冲冠 會用到 尽量复合 大家的地方的需要 如果它已经有夾备 就可能要大家给力 我是覺得剛才開始大家都記得來這裡充電資 充電資可以充電 但是像一個當晚的我的了解是像在台南、在嘉義 他就利用在高鐵站台湯的土地做很多民間的充電 那是收費,但是他的收費有上限 所以說一天上完,充一天過十 他會充一天過十,他又要怎樣呢 你不用餵吃飯 我們平常充不用餵,你還要走,他又要發行李 你如果充一般收費,充一天上限就是充一天過十 所以他就跟鑽車,幫你接這個貨車,包括你的行李 所以我覺得我們會來大高鐵的都是希望越快越好越好便越好 所以如果可以為了這款的雖然有收費,但是合理收費 而且又提升服務,讓大家來高鐵務 我相信這個部門,我們大家看到 王局長我們這麼看我們的土地,怎麼合作 讓我們店員的媽咪,這個設計長 管長是極力爭取的 設計長這是全國性的展覽 其實到時候會有很多人來 現在還有時間 將來要怎麼停車,要怎麼好幾位 來這裡遊客 大家可以對我們的故鄉 對我們中國,會有耳目一新 非常好的體驗 所以這個我們大家很希望 跟我們中國法國政府作為來工作 來跟我們聊聊聊聊 希望我們這個工庭 可以進來發包 開工電力,我們希望我們在庭 大家做會 一起來參加這個東風典禮 所以這樣,再次的謝謝 我們鄉親大家對我們交通國 對他們正義的支持 政長在我旁邊也跟我講解了一下 就是說,在整體的規劃上面 當然我們歷時了一些的時間 但是怎麼樣子能夠銜接到未來 我們整體的需求 那也希望大家在今天 能夠提出建議以及看法 那當然對於田中正 我自己也常常在這裡經過 就是對於鐵路的 鐵路平交道的這個路口的交通瓶頸 未來如果就是我們蓋了新的站體 那這個交通瓶頸沒有改善的情況下 會不會讓我們平均的交通更不效率 或者是會讓我們平面的這個車流的這個經過 是不是會有影響性 我認為這也要跟居民共同來討論 那大家要了解說能夠不影響大家平常行車的效率的情況下 然後才來做新的這樣的建築 因為畢竟這個預算花下去也很大 那怎麼樣子能夠改善 以及能夠銜接未來 我們明年度在這裡舉辦的設計展 當然設計展 對我們彰化最大 對田中最大的用處 就是希望能夠宣傳彰化高鐵站的整個站體 能夠提高它的運量 然後能夠增加我們田中市 有一些比較具代表性的展館 那未來也能夠讓大家做商業的利用 能夠讓一些我們田中這邊的廠商 能夠在這裡展出它好的產品 吸引外國的廠商來購買以及投資等等 我希望能夠達到這樣子的利益 那也期待說交通部能夠朝這樣的方向規劃 那等一下也希望說各位能夠提供 我們整體交通規劃的相關的意見 讓我們未來可以共同來進步 謝謝大家 開到哪裡經濟發展到哪裡 那我們看到台七十六縣的延喊線 從一標二標三標四標逐漸 就是在施工當中 也逐漸在完成 那這個地方產業的發展 就有賴我們地方政府 張外縣政府積極招商 那當然在整個政策的發展上 我們協議員也長期在經濟委員會 如果說我們有辦地方經濟委員會的考察 如果我可以的時間 沒有去台北 我一定會參加 一起來關心 為我們地方產業的發展來努力 那我們接下來是不是請我們明天赴赴現場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張華仁張華是新聞記者林明佑採訪報導